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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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大家好 上个周末我说去钓鱼 然后周末就钓了两次 啊 啊这鱼好吃 这鱼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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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咋牙啊 我吵你嘛 别捕了我 背上的这个字 这嘴上没吵 这地方可牙 那是凉狗 这个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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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两天 我前两天也钓这么大 对 石斑鱼要钓这么大了才有个刺 车转 带不带不带 带啥带 你拿回去吧 你往上兜 在海边啊 就是经常去的海边 可能离我家开车的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马上 可以钓到刀鱼上 前两天钓完刀鱼之后 发到那个朋友圈里面 有人就问说 刀鱼这个东西不是说在深海里面的吗 怎么你在岸边就能钓得到 确实是这样的 刀鱼一般呢 平均它在深海一百米左右的一个水深的地方 正常是你要开船 在船上的话去深海去钓的 但是我家在那个地方是比较特殊 东京湾这个地方啊 东京湾在我家那个附近的话 它是有刀鱼的存在的 就是水深如果超过十米左右的话 它就会有刀鱼了 那钓法和其他的钓鱼的那个方法也不太一样 这个以后有机会我给大家讲一讲 日本的钓鱼是怎么钓的 日本钓鱼的玩法要比中国的可能要多得多 前一段时间我去国内的时候 在淘宝也买了好多那个钓鱼的产品 然后发现中国的那边产的那些钓鱼的产品 为了装逼 很多上面都写着日语 而且日语写的是那个残不忍多 有机会到时候跟大家吐一个这个草 好那上一周呢 我们说说那个 有朋友如果过来投稿的话 那我可以修一些图给大家看一下 发那个JPG过来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做JPG的点评 好首先我看到了两张图 这两张图呢是JPG做的 然后首先我觉得这个片子拍的很不错 为什么呢 你曝光也好啊 模特的表情也好啊 整个这个气氛也好 都是做的蛮好的 看一看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这个可能应该不是摄影师的问题 这应该是中国女孩的一个问题 中国女孩的审美 或者是中国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这么一个审美 就是说中国的女孩会在那个头发这个地方 发肌线 会把发肌线放在那里弄一个中分 这个啊 是我一直在吐槽的一件事情 这个图呢 我看到的时候第一点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 嗯 她 这个女生 这个 女生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 让我比较难以接受呢 其他的啊 我觉得这个片子还是不错的 然后还有个事情呢 比如说 这个我觉得这个片子既然是拍人嘛 那 人的话要注重眼睛啊 那这张图呢 如果你现在 当然要考虑大家是用什么来看图啊 然后我觉得我做图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我会 让大家用 用手机的这么大的一个屏幕去看这个图 然后所以说 我景不会拍的特别大呢 当然 如果有个朋友说 我这照片是为了打印出来的 我就放它多大多大多大 多大的话 那可以 旁边有这么多空的景的话 也是可以的 那正常来我讲的话呢 那我会 就是 大概是这么多 然后 把这个眼睛呢 眼睛放在一个 这样就算是一个 三分之一的 嗯 这张图的话呢 就不会看到那个发肌线的地方 因为我以前给大家说过 说人呢 是吧 你随着年龄的增长 头发那个地方会越来越薄的 那如果你照片里面啊 把那个头发的那个发肌线往上提高一点 或者把头发的那个量提高一点的话 那会自然而然给人感觉一种 哎 这个人很年轻 会有青春 会有活力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 我希望就是说那个摄影师的朋友啊 那在拍照的时候 跟那个模特讲一下这个事情 嗯 其实呢 这个事情还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那个头发这个样 我帮你弄一下 那其实你就用拥手去碰碰他的头 碰碰他的头发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有何 拉得比较近 然后那个整个拍照的过程中呢 也不会特别的尴尬 嗯 这个也是一个小的技巧 心理方面的特别 那这张图啊 我觉得很不错的 首先啊 这个 你看 他在后期的时候啊 做到了很多很细的那个 这个叫噪点呢 为什么呢 在做人的皮肤的时候 是要加一些噪点的呢 加了噪点之后呢 可以让人的皮肤看起来更真实一些 就是有的时候 你会磨皮磨得很 磨皮磨得非常的柔 很柔很滑 很油了发气的那种感觉 柔到那个程度 但是在那个地方 你再把它加上一点噪点的话 这个皮肤本身的质感 可能就会出来了 这是一个不错的技巧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我个人啊 可能拍什么片子的时候 因为我拍的日本的女孩比较多 日本的女孩呢 大家可能都做得 矮矮的小小的胖胖的 然后就是说 像这种鸣儿肥可能比较多 我呢 为了就是说让这个片子 不会有太真实的感觉 我会把这婴儿肥给它收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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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那个 哥哥看起来是比较直的 那当然这个片子的话 那边他哥哥是有点干的嘛 就是他这边这个曲线是有点干的 但是这没关系 因为这个姑娘本身长的 他是比较苗条的一个人 没有必要去可以去把这个做出来 OK 这两张JPG我就已经点出来了 OK那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片子已经修好了 那首先我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拿到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最早的时候 看了一个什么事情 大家不知道发现没有 我先看的是它的这个 这个DNG的一个信息文件 我看它是用什么镜头 用什么胶段 什么曝光去拍的 那这个事情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如果做后期的时候 你要看它这个机器 本身是用什么拍的 那它的宽容度 它新的机器和旧的机器 也都不一样 它每个机器的宽容度 可以不一样 那你比如说 那我直接拉一个2.0的曝光 那我现在的新的机器没有关系 任何问题都不会有 但是有些老的机器 比如说你拿开那个10年前的5D 你拉一个2.0的曝光 哇就全爆了 就已经看不了了 所以说你要先看一下这个片子 它到底是什么机器拍的 那我后期的时候 可以修多大的程度 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张片子 首先我拿到的第一点 我就看到了刚才 刚才在我点评JPG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说过 我说这个人的头发是不是比较平 大家看到了吗 这条线 这条线 这条线是蛮平的 你看到头顶是蛮平的 所以说我在开始的时候 我就把这张图的发起线 拉了上去 拉上去之后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 这个女孩的那个表情是这样 我一般平时不会去拍这个角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角度很少能拍到人的两个眼睛 拍到人的两个眼睛 人像里面 如果你要是要拍脸 你尽量就拍到两个眼睛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 然后其他人 你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我不管 所以说 可能有的人说 我就想要拍一个他远跳 的这么一个表情 或者是我抓拍的 我就只能抓到这么一个表情 那也没有办法 那 你什么 我一般都是模特 我会跟模特说 让模特看我 或者是我让模特看我旁边 那这样的话 这个比较有个眼神上的交流 就是你到时候看图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人的两只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眉毛是窗框 你要是看到窗户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窗户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内心的活动 比较那什么 这也是人的一个潜意识 看的人的一个潜意识 所以说 那 这个片子呢 首先我平时不太会拍这样的构图 所以说我只是用我自己的经验 给大家讲一讲 那 这个眼睛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往往以远跳的一个感觉的 一个模特在这里 那 你这样的时候一般人远跳的时候 下巴就会抬高一点 这样的时候那个下巴这条线啊 就显得不会特别美 所以说呢 我在做后期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线啊 往后推了推 这个点往后推了推 嗯 那 首先 这个圆图是这样的 圆图是这样灰的嘛 那我后来我给它 嗯 做了一下 把它先把千把亮度给提高 那其次呢 那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要去把这个颜色 它的那个做了一下调色 那我把对比度拉下来了 然后又做了一些微调 加一点点这个锐度呢 那其次的话 有个很重要的是 在这种人像的话 就不需要特别多的皮肤处理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姑娘皮肤是很好的 那不需要太多的皮肤处理的情况下呢 我只是给这个姑娘的脸上的肉 就是皮肤那个部分做这个加亮 然后呢 又给那个黑色的那个边框的地方 涂了一个轮廓的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的饱和度拉下来 很多人啊 会做后期 做后期 做后期之后 感觉这个东西很好感觉很怪怪的 这个啊 其实大家没有养成一个习惯 你在Photoshop里面去做了任何一个东西 你在添一任何一个涂层 去做了任何一个效果的时候 做完这个效果之后 你要尽量把饱和度往下拉一下 如果效果你本身做的就已经很自然了 你可以给它拉到个70%留到80% 但是效果很不自然 你比如说有的人在脸上 前两天有人在那个微博里面发那个 发帖子 我是说 你这个图修的很用心 但是效果可能不特别好 为什么呢 那你这样的话 你这个图了那个笔刷 笔刷图的一个地方 又搜的不均匀 你可能它不是笔图的 有可能是鼠标图的 那就更不允许 更不均匀了 那你要一定要把它那个对比 就把它那个透明度把它降下来 降到个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时候都有 那这个片子呢 我就把那个皮肤做了一下 做了一下之后呢 有一个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那个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去把这个人像这个片子里面的 周围的这个环境给它弄暗了 把人给它提出来 然后最后出来的一个效果是这样 我在这个人的这个面部的地方 我还加了一些 我还加了一些那个亮光 然后就感觉这样的人感觉这个 光是从这边过来 那这个人呢 脸部是很亮的 现在我的眼神啊 整个片子我看上去的时候 我的眼神就倒是在这里 但是之前呢 我们看的这个片子呢 这是修好的片子 我们眼神就在这里吧 对不对 当然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 比如这张图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我会在这张图的这个里面 我会去拿一个小笔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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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笔刷呢 我会把它的曝光就提高一些 然后笔刷更小一点 这个看似其实很小这个曲统 但是它的眼睛看似是很小这个曲统 它的眼睛就已经那个变得很清晰了 OK 好 那我们现在这张图 我们现在看上去吧 它的就是 嗯 怎么说呢 它现在就是说 你的人的那个目光呢 就比较集中在于人这个念 它是你特别的重要 这个眼睛呢 OK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主题 讲这个人 这个人像的主题 主要就是说 导入到你的那个引导视线 嗯 这个其实是在 我们做人像后期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也是一个中心思想 我们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们就考虑 我把这个视线给引导这个地方来 那我就会通过什么曝光啊 笔刷啊 然后去做什么任何任何东西 我围照的其实都是这个问题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教程就 讲到这里 然后那个看到我这个 这个教程的朋友呢 可以欢迎你们转发 同时呢 也希望你们在那个微博里面 发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可以at我Mr.C 甚至就是说 有些朋友说 想看看自己的片子 在我的手里面 会被修成什么样子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那个你的片子啊 那个 发到我的那个邮箱里 那个我的邮箱的地址呢 现在就是 就在现在显示的这个地址 到时候你们 你们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我会修你们片子 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片子 好吧 OK 好那这样 明天再见 OK 好那这样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